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日本政府已为其国内最先进的晶片公司LAPDIS专案拨款于1.72兆日元约合116亿美元 作为其本土生产尖端晶片的登月计划的一部分 全球绝大多数先进人工智慧AI晶片由台积电生产 这引发了日本对依赖台积电的担忧 尤其是考虑到中国对台湾领土主张的不确定性 尽管批评人士指出 日本政府过去在帮助私营部门的努力中未能重振该国的领导地位 但当前的地缘局势促使日本加快建立自己的代工厂 LAPDIS还获得了丰田汽车公司和索尼集团等本地行业领导者的资助 LAPDIS正与IBM公司合作开发先进的晶片制造工艺 并与比利时研究中心大学间微电子中心 东京大学和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等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此外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数据显示 日本国内半导体企业在逻辑半导体微型化竞争中处于劣势 无法生产出比40奈米更微细的逻辑半导体 逻辑半导体是控制汽车和工业机械的核心零部件 日本在这一领域高度依赖海外进口 在此背景之下 日本LAPDIS公司近日宣布 已成功开发出一种先进晶片的原型 标志着这家受政府支持的初创公司 在巨额公共资金支持下 取得了重要的早期创新成果 LAPDIS总裁Isoyoshi Koch 日前对媒体透露 该公司7月上旬采用2奈米环绕炸机工艺技术 在晶圆上成功印刷电路 但未透露生产的功能晶片数量 LAPDIS自今年4月期使用 ASML的集子外EUV曝光设备开发晶圆 目标是在明年3月前为客户提供晶片 作为ASML的客户之一 ASML的2025年第二季度财报表现喜悦 其2025年第二季度 ASML实现净销售额77亿欧元 毛利率为53.7% 净利润达23亿欧元 第二季度的新增订单金额为55亿欧元 其中23亿欧元为EUV曝光机订单 ASML总裁兼执行长 Christophe Fouca表示 他们2025年第二季度的净销售额为 77亿欧元 处于此前营售预测区间的高位 毛利率为53.7% 高于预期 这主要得益于装机售后业务中 升级服务的增长 以及非经常性的一次性费用 带来的成本下降 借由ASML的及此外 EUV曝光机台的助力 Rapidus公司计划到2027年 实现尖端半导体的量产 尽管目前仍落后于行业领先者台积电 或者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开始量产其2奈米工艺 Rapidus总裁 Isuyoshi Koch 在位于北海道千岁市的新闻发表会上表示 他认为没有其他人能在短短三个月内成功研发EUV曝光技术 为了达到这一阶段 他们所有人都夜以继日地工作 此外 由于日本已承诺拨款高达1.7兆日元 约合110亿美元 用于支持Rapidus的研发和生产 这超过了台积电 在日本雄本建设两座工厂的1.2兆日元拨款总额 日本国会今年4月通过的一项法案 还将授权政府直接投资Rapidus 并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 这在日本产业政策中实属罕见 由于该晶片制造专案的总成本 估计为5兆日元 约合340亿美元 反对党批评其 加重了纳税人的财务负担 为了化解这种批评 日本政府正积极吸引私人贷款机构 来弥补资金缺口 此外 政府还将要求Rapidus持有黄金股 以防止外资收购 Rapidus的目标是 今年从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 获得2000亿日元的额外投资 尽管该业务的高风险性 已使一些公司保持谨慎 Rapidus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 潜在的竞争力 它希望在重大技术 变革时期进入市场 从而赶超全球制造商 最新一代晶片中 已入的全闸级电晶体设计 其结构与前几代晶片截然不同 在IBM的帮助下 日本晶片业希望赶超竞争对手 不会像从零开始那样困难 此外Rapidus正在调整其商业模式 通过提供更快的工厂响应时间 以满足小型客户的需求 它也愿意生产小批量的专用晶片 与行业惯例设计 制造和封装 由不同的实体负责不同 Rapidus的目标是提供一站式服务 整合制造 晶片封装 甚至部分设计流程 通过减少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协调需求 该公司估计 它可以大幅缩短 曝光等早期工艺的时间 除了与IBM密切合作外 Rapidus还与比利时研究机构 IMEC合作 并在西谷开设销售办事处 以吸引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另外 日本也面临着熟练工程师短缺的问题 许多50多岁的老将 和仍在接受培训的年轻人才 Rapidus正试图利用其与IBM 以及Tense Torrent等初创公司的联系 来弥补这一缺口 在此背景之下 Rapidus作为日本一项 耗资340亿美元 旨在恢复该国先进晶片制造能力的专案 该公司7月下旬突然宣布 2奈米晶片市产的首次重大进展 但关于产品质量和该初创公司 在吸引客户方面的进展细节 仍然很少 这家由日本政府支持的初创公司表示 它已成功生产出日本首个2奈米电晶体 并收集数据以进一步改进晶片制造工艺 粗略地说 奈米级别越小 晶片就越先进 台积电和三星等公司都在竞相 进一步缩小奈米尺寸 生产电晶体是晶片制造早期阶段的核心工艺 制造一个功能齐全的晶片 还需要额外的工艺 包括布线和封装 Rapidus执行长Bsoyoc-Coke表示 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 Rapidus员工夜以即日的工作 以实现可操作的电晶体结构 这与使用由荷兰供应商ASML独家制造的先进曝光机 来生产该电晶体 帮助极大 Bsoyoc-Coke拒绝透露产品质量细节 并表示他们将继续改进效能 提高效能和良率 并扩大规模以实现量产 该公司此前表示 当前目标是将错误率控制在50% 未来将质量提升至10%至20% 他表示 接下来的重点是 验证日本前所未有的营运方式 他还拒绝评论任何潜在客户的细节 并表示 通过与合作伙伴和潜在客户分享他们的成果 他们将验证这些成果并进入下一阶段 Rapidus董事长东哲郎对此表示 世界对他们取得的进步感到震惊 日本在落后十多年之后 现在正在掌握尖端技术 Rapidus的进展 无疑为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复兴带来了新的希望 总体来看Rapidus的2奈米半导体的失生产于2025年4月开始 取得这种进度确实堪称快速 符合其预计于2027年实现量产的目标 如果成功 这些晶片将成为日本有史以来最先进的晶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一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